大家好,我是Hady,欢迎收看《月宇最财经》 春节后开工,高合汽车竟然冲上微博热手的位置 根据报道,2月18日农年春节复工的第一日 高合汽车召开内部大会,宣布即日起停工停产6个月 根据内部人士表示,高合汽车方面称 2月18日之前的人工将会照常发放 3月15日之前还留在高合汽车的员工只是发放基本人工 3月15日之后,员工只是发放上海的基本人工 根据汽车之家平台的信息 高合现在的在售车型当中,价格最低的是高合Heavy Y 这是一款中大型的SUV,售价将近34万起 高合Heavy EZ的售价是51万起 最贵的高合Heavy X,售价高达57万 旗舰版4座车型售价为80万 有消息人士透露,在春节前夕,高合汽车曾召开员工代表大会表示 今年1月的人工无法按时发放,将在2月底补法 另外,去年年终奖取消部分部门提前放假 年后居家办公并鼓励员工自尋出路等等 对此,高合汽车也曾向媒体回应,确有歧视 根据生产经营的实际情况,公司正在採取 比如高管主动降薪,延换出粮等等的调整措施 应对内外部的挑战 但网传,存言居家办公是不实讯息 春节前有些同事day off提前回家 春节期间不同的业务板块做了相应的工作安排 比如用户服务,售后等等 其实,在去年年底,高合的内忧外患就已经隐约浮出水面了 去年10月,网传高合开启了第一轮的裁员,比例高达2成 有些部门甚至接近5成 对此,高合汽车方面曾回应 近期,公司业务结构调整 部分崗位功能进行合并,重组、新建 再加上职后末位淘汰 出现人员流动都是常规管理工作 同时,大量崗位正在持续招聘 各项业务都是正常推进 很快,在今年的元旦期间 高合汽车在内部的工作平台发布了 关于取消相关福利的多条推送 尽管通知很快就切翻,但覆水难收 员工早已在私下议论纷纷有所揣测 焦雷在内部迅速蔓延 据莎莎回忆,推送表示 将会取消员工每个月带几百元的生活补贴和话费补贴 取消长途班车和非高合车型的停车补贴 同时取消今年全年的补充医疗保险 除了原而未缺的福利 所有高合员工紧张的 还有在1月15日发放的去年12月的人工 高合内部曾经传言去年12月的人工会打折 所有的人都在观望 之前每次都是下午前出粮 但这次发得很迟,在密密上大家都很担心 直到1月15日当日下午5点 去年12月的人工倒帐 所有人才松了一口气 不过同期高合汽车的外患也在不断发酵 1月初关于高合拖欠供应商款项 资金链断裂的传言也不敬移走 尽管高合汽车随即发出官方声明 进行辟调,清我私、运营一切正常 研发、生产、营销、交付等等各项工作正常推进 但在位于普江镇的高合武公司 华人通运上海运营中心的门前 供应商拉横幅土债的景象时有发生 在官方辟谣声明当中 高合汽车并未回应关于拖欠供应商款项的内容 在为高合提供了近两年研发测试服务的供应商 王海眼中 高合知今年出现问题早已在去年就有迹象 一切都藏在细节中 根据王海回忆,在合作初期,高合结款相当快 但到了去年,她的感觉高合的预算越来越紧张 前一年的费用也迟迟没有结算 筹到了不对路的王海 在去年年中就对高合开启了基本断供 并且要求她立即结算账款 而在透露的探访之中 被高合欠款的供应商不是少数 从零部件采购、研发测试到市场营销 各个环节都存在拖欠费用的情况 一位在汽车行业多年的供应商和记者说 通过她和其他供应商沟通的情况 博世、延峰等供应商 确实被高合进行断供 到款才能发货 在汽车行业尤其是新能源转型的过程中 车企对供应商的付款周期有所延迟 确实是很普遍的现象 但一般周期最迟大约1至2年 显然高合的付款效率已是远低于行业水准 根据留言的透露 由于款项问题 高合的苹果电脑供应商拒绝 再向高合提供工作电脑 年前所有租任的苹果电脑全部上交 换回Windows电脑 连副总裁也不例外 已经离职的黄瑶和记者再谈高合 屡次提到可惜意志 希望能有所转机 虽然之前一直这么希望 这次停工停产的消息爆出 相关消息显示 高合预定的期限是6个月 如果6个月之内有新的融资倒账 高合或者可以停过这件 但是在供应商爆出高合欠款之際 去年那筆和沙特投资部签署的战略协议 到底有没有倒账 亦成为高合内外非常关注的问题 有媒体说中东资本的加持并非无条件 这些投资大多数对业绩进展有要求 即将投资款拆回多笔 被投公司的业务发展到某个节点才能获得一笔钱 有业内人士也告诉记者 中东资本并非人傻钱当 沙特比高合的注资大有限制条件 根据他的了解 这一笔投资只是限用于双方在沙特境内的合资公司 远水救不到近况 根据媒体的报道 在高合成立之初丁磊表示 华人运通有来自美国的原始资本和政府投资 短期没有启动社会私募的计划 但是高合汽车成立三年之后 外媒报道 华人运通考虑在港股上市 以务集不超过5亿美元资金 但是这个消息并未得到高合官方的承认 高合现在的资本构成 主要来自于政府主导的投资机构 2017年到2020年高合在创始阶段的投资方 是以江苏延城政府和月达集团为代表的地方国资 2021年到2022年发展阶段的投资方由中保投 深创投青岛国资为代表的国家队入场 去年至今前作国际投资方以沙特投资部为代表的全球资本 开始入场 业内人士表示 中东资金也好似政府引渡基金 将中国累积的部分先进产能输出中东 或者是根据当地国情提供一套 系统性产业生态解决方案 并且一次性带着产业上下游一连串的公司 通过投资落地的形式 帮助中东建立产业能力 比起纯财务收益 中东资本更加体重的是可持续发展和产业化的能力 汽车行业分析师中斯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高合的融资渠道比较合习 主要局限于国资背景的投融资机构 丁内之前一直在政府圈里打转 相对是一个封闭的官场环境 和外部资本打交道很有限 缺乏与私募、风投等等资本的连接和渠道 但资本市场是很多元化和广泛的 不过对于高合的资本背景 在内部有不同的认识 有政府背书 难道不是说他们很靠谱 不会倒闭吗 去年7月高合第三款车型 Heavywide全球上市发布 将起售价下探到33.9万 自身降价、意在酒量、提高销量 惊喜的价格确实令高合月销量一度破线 但好景不长 成联会的数据显示 去年11月、12月和今年的1月 高合Heavywide全国销量分别是 573、439和136部 而在技术上 对于行业极为关注的智能化方面 尤其在自动驾驶功能上 高合都是相对保守 曾经有传闻表示 至于高合将会裁了自驾部门 好似高合主打的科技那样 更多是体现在传统硬件 比喻车门、底盘 除了车门型仔一点 高合留给市场的记忆点确实不当 回顾高合的发展历史 没有人可否认他最初的经验 但对于武创一代的 虹厚资源背景的支持 也不是那么具备 互联网基因的高合来说 可不可以自救成功呢? 当下有不宜钱或者才是关键 随着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加速洗牌 拥有更加稳健的资产负债表 无疑是这场淘汰赛中 最终赢家的必要条件 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欢迎大家留言、评论、订阅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